现在要介绍如何使用试播器 这里我们将操作Tetronix公司生产的TDS3054B数位试播器 我们用它来读取由DG535输出的50Ω TTL讯号 首先将讯号透过BNC cable连接到试播器上 这里我们接上Channel1 按下试播器上Channel1的显示按钮 设定Channel1的impedance为50Ω 并将讯号的零点移至方便读取刻度的位置 按下Trigger按钮 将Trigger调整至Normal Trigger 将Trigger Level调整至合适大小 若设太大则因为讯号不够大而无法Trigger 若设太小则容易受到Noise干扰 而使得触发的时间点不同而呈现讯号跳动的情况 由于TDL讯号大约在4V 所以Trigger Level大约设在2V的位置 设定纵向Scale 也就是讯号强度的刻度 这里我们将Scale调整为1格为1幅 设定横向Scale 也就是时间轴的刻度 根据讯号时间宽度来设定 这里我们将Scale调整到1格为200nosecond的位置 以方便看到整个讯号 完成这些设定后 我们便可以读取到DG535送出的讯号 Cinad Self booking Cinad Self